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天 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至十一节 傲慢与无知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 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即使这样 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 是拍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们倒是欺压人 亏负人 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果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坚淫的 做鸾桶的 青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果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第六章是第五章的延续 以信徒彼此打官司和嫖妓两件事情 来责备教会容忍罪的存在 在一至八节中 描述了信徒间彼此诉讼 使徒保罗在第五节愤怒地说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 这是一句严厉的话 原因是 哥林多教会信徒 彼此在不义的外邦人面前 相争求审 因此他严厉地提出两个质疑 第一 弟兄坚的问题 为何不能由教会中的圣徒来处理 第二 为何要争到如此激烈的地步 没有一方愿意退让呢 接着 保罗非常严厉地指出 难道我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这句话指出 信徒既有资格审判这么大的世界 当然更有资格来审判 信徒个人之间这样的小事 怎么反而因今生的一点小事而彼此对簿公堂 是的 对于基督徒来说 今生的事应该都是最小的事 因为他无法带到永恒里去 所以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们日常所在意 所抓住的事 都是极小的事 没有哪一件事是在教会中 无法透过交通祷告来解决的 也没有哪些事 是无法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底下 被平息的 所以不需要非得争的头破血流 来证明谁是谁非 各位弟兄姐妹 在神的面前相互告状 已经违背了神彼此相爱的真理了 更何况还要请不认识真理的 非基督徒来评审对错 因此要认清自己的位分 我们将来都是神的法官 要为神审断天使 所以不要遇到一点小事 就诉诸世界的法律 请想想 在教会生活中遇到冲突时 我们是否心甘情愿 放下自己的权力 委屈和个人的益处 在基督里寻求与他人和睦 还是坚持要别人给个交代 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呢 最后保罗提醒我们 义人与不义的人的分别 不义的人是指非基督徒 他们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不要自欺欺人 义人指的则是基督徒 因为我们以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有得救的确据 所以不管我们以前有多么污秽 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来 诚心地认罪悔改 圣子耶稣基督的保血 会洗尽我们 使我们洁白如雪 可以恢复跟天父上帝的关系 求神保守我们认识真理 遵守真理的准则 使我们有智慧地 走在神的心意中 主啊 求祢帮助我 使我成为一个和睦的人 让我能够成为 我弟兄姐妹们的祝福 彼此建立美好的品德 讨主的欢欣与满足 道读神的话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阿们 主啊 我们借着祢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主啊 我们孩子以前 是这样的傲慢无知 得罪了祢 感谢神 把我从罪恶救赎出来 因为神洗净我的罪 称圣 成义了 阿们 谢谢主祢洗净我的罪 主啊 我来到祢的面前 承认我从前也是这样有罪 这样傲慢跟无知 若不是祢 我还在罪中打转 没有出路 谢谢祢拯救了我 感谢主的拯救 我从前是个罪人 从前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也是如此的傲慢无知 主啊 求祢赦免我 阿们 主啊 求祢赦免我 使我可以成为新造者人 洗净我的不义 成为圣洁 因信称义乐 阿们 谢谢主祢洗净我的不义 谢谢主祢的爱 从亘古到如今 使我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圣洁 因信称义 主要我感谢祢 阿们 感谢主可以让我成为新造的人 可以因信称义成为新造的人 借着神的灵 已经洗净我一切的污秽肮脏 洗净了我的不义 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阿们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因着神的灵 我们罪屋已被洗净 谢谢主用后恩恩待我们 阿们 谢谢主祢总是用后恩来恩待我 谢谢主祢赐下祢的灵与我同在 为我披上圣洁的喜马衣 脱离无悔 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 主啊我的灵要不住的来赞美祢 感谢祢 阿们 感谢主 祢赐下祢的灵与我同在 借着圣灵洗净我 让我们今天可以因信称义 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祢的化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